如果要申请手机载具的话 就必须要上财政部的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 就连会计师要申报营业税 也必须要仰赖这个平台 但是近期却出现了塞车状况 就是因为政府营业税申报期间 加上近年电子发票使用急剧成长 导致平台流量达到高峰 影响最有感的就是会计师 11号的时候 座位是卡在刚刚前面画面就进不来 要帮客户申报营业税 平时熟悉的作业流程几分钟就搞定 从9月11号增加排队机制 是从登入这一关就开始卡 连带影响到后续申报作业 我们最后退回求其次的方式的话 就会变成是说 我们就离风可能是大家下班的时候 我们就会留下来加班 那在加班的时候 平台可以顺利登录的时候 我们再去下载这个资料 财政部坦言确实在想办法 因为这个平台从2011年至今 都没有扩充升级 再加上电子发票使用率 大幅成长 从2011年2亿张到2022年84.5亿张 消费者申请使用手机条码 已超过1400万个 导致应用系统及资料库效能不足 明年1月才有新系统建置上线 在这之前 9月才会先采取排队机制 应用还是由数位发展部协助软体 但还是卡卡的 因此同时持续盘点 调整飞机迫性资源 挪工以满载系统使用 毕竟电子发票签设范围广 系统优化脚不得快 TV本新闻连制周轩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